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明佑 15号的上午在前立法委原赖敬林 和前新北市议员廖小青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大平林地区的菜市场扫街拜票 在前辈提息后辈的传承意义中 立体年轻人前进国会 为了争取曝光度 新北市第11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明佑 频频邀请党内大佬和在地资深议员陪同扫街 希望能够让地方民众多多认识自己 15号的上午就在前立法委员赖敬林 以及前新北市议员廖小青的助政下 一同来到了新店大平林地区菜市场扫街拜票 赖敬林表示年轻的张明佑 不但有冲劲也很有想法 期盼在地乡亲用选票支持年轻力量进入国会 明佑非常年轻非常有冲劲 我想现在整个社会变化非常快 或许大家这次的选择会不一样 让明佑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是非常适当的 希望我们新店地区的乡亲 能够给明佑一个机会 另外廖小青也赞许张明佑的参政胆势 表示民进党长期耕耘地方打下了基础 年轻财俊辈出更应该给予机会 也希望能够透过辅选 让在地民众更快速的看到张明佑的用心跟才能 在这一次张明佑的选担当中 我们也力挺 力挺他 然后也希望民众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跟感觉 看到他的用心跟他的努力跟他的才情 提到的年轻时代从政 针对日前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名单 张明佑表示这份名单不仅被外界称为千岁团 里头更有多位亲中人士 可以想见是否有中国力量的干涉 相较于民进党所提出的名单 包含专业层面的广泛 不论是新住民原住民弱势团体等等 要选民睁大眼睛做出正确选择 他既然把这些人放到他们的部分区里 当然社会观感大致有公平 另外一件事情是 民进党虽然经历过非常长的时间 非常冗长的时间去讨论部分区 但是绝对比国民党还要专业 因为不管是新住民原住民或其他弱势团体 包括老人环境动物等等都放入部分区里面 如果双方去对比部分区名单 谁的政治思考是最多的 大家可想而知 在前辈的力挺下张明佑紧跟在旁 并且亲切的和每一个摊商民众握手拜票 张明佑表示将来进入国会 会让市民从最基层的地方到中央 都找得到立委跟议员来服务 连接中央地方来共同协力 共谋大文山发展的美好城市 记者杨邦有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